據說這是來這裡的必點菜 好好吃喔 很可愛嗎 而且你看我的蛋是半熟的 超下飯 這道菜真的要點 這一集會不會變成吃菇啊 但是我們一直吃 然後都不想講話 它就背景快吃光了 妳剛剛還在笑我喔 欸 我平常是不吃飯的喔 中午我今天真的是 這些菜都必須要配飯 你沒吃飯 飯會隔價 真的嗎 好好吃喔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486新菜包包 阿妹我們今天人在哪裡啊 我們今天在王品旗下的 風和台胃料理 我們今年開了兩家 王品旗下的餐廳 像是之前的那個潮州幫啊 對 五天 你印象最深刻的 真的都完全顛覆喔 我對於這些餐廳的那個想法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風和台胃料理 它也是台菜 它也是中菜 可是最近推出了 十三道新料理 這一家餐廳喔 一進來的時候我就被嚇到耶 滿滿的都有客人 我就想說欸 對啊 這裝潢這麼新 那難道這是新開的店嗎 結果他們已經開了五年多 最近因為重新裝潢 看起來更寬敞更舒適 用餐環境更好 喔 滿滿的一桌菜 我真的都快餓死了 而且你不會覺得這些菜 真的看起來有夠下飯的 它水蓮炒得超美麗 這個水蓮要炒到這樣子喔 這個清脆啊 一點點微微的 跟著蒜味吧 它也都能夠炒得相當的入味 炒得相當的香耶 黑麻油燒蛋 欸 據說這是來這裡的必點菜 好好吃喔 熱愛麻油燒 而且你看我的蛋是半熟的 它這邊喔 你會選擇你是要全熟的蛋 或者是半熟的蛋 超下飯 這道菜真的要點 我們以前也是好像曾經在其他間也有吃過 但是它的味道真的好香喔 我覺得應該是麻油選的不一樣 它的靈魂 如果把它這個湯汁 攪一點在飯上面 你看它這個薑片 它其實它這個薑片 炸得非常非常的薄 我剛剛連整個薑片都直接吃下去了 我覺得是那個麻油味整個太香了 這個燒蛋 一定是必點的喔 苗栗客家的這個酸菜 聽不看這個薄條啊 真的是超級開胃 尤其是你看看喔 秋高氣熟 現在天氣慢慢漸進 就沒有那麼熱了 吃這個餐 我覺得是最適合的一個時間耶 你看看 它這個魚肉片 你看看 哇 冒著煙 它這邊還有放一些椒麻 麻麻的 可是跟泰式的檸檬感 又不太一樣喔 對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它是微辣微辣的 對 它雲片 它完全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魚刺 真的是太厲害了 好好吃喔 變我的口袋敏干 OK 這一集會不會變成吃播啊 但是我們一直吃 然後都不想講話 不想講 它的肺炎快吃光了 你剛剛還在笑我喔 欸 我平常是不吃飯的喔中午 我今天真的是 這些菜都必須要配方 你好 你租的瓦斯卡爾洗衣塔已經到囉 你好 你租的冷氣 你好 你租的雙層空氣機到囉 到囉 你好 我是486團購 LG家電出租服務 現在出租項目更多囉 大型家電小家電都可以出租 省錢機動租 就上486團購 油魚裸肉蒜 哇 這也是一道喔 非常排的 這是名菜耶 可是每個餐廳做出來的 又真的很不一樣 對啊 像有些餐廳它甚至就是要起鍋之前 它還會撒一點點的米酒來提香 有些店它的味道比較清淡清爽 那有些店它做得非常的濃郁 對 一吃下去那個味道都很棒 我自己本身喔 我喜歡這個湯的味道稍微濃一點 我也是 稍微重一點 他們這邊Bingo就重了 可是很甜耶 嗯 真的是很香甜 它這個螺肉加的也真的是不少 其實喔 它這個湯啊 光拿來泡飯 就非常的好吃耶 醬香風味酥豬腳 光這樣看起來 膠質膠質 對啊 一拿起來你會覺得好香喔 它這個真的是功夫菜喔 它滷完之後 還有一個動作 就是再去炸 滷的時候呢 肉質就會非常的軟爛 但是炸的話就表示說 它的皮呢 比較焦酥香 你看看它這個骨頭 幾乎就要跟肉就要分開了 沒錯 然後它這個整個肉啊 整個皮啊 它吃起來它雖然是豬腳 但是它還是有一種焦香味 對 焦麻的味道 你看一下我的飲料 又美又好喝 嗯 剛剛忍不住是想拍 我這可是那個火龍果加荔枝風味 我上面是那個荔枝的冰沙 我來喝我這一杯 黑香茶蓋奶奶 我覺得這一杯喔 味道它真的好香濃喔 而且它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如果你下次來這邊 飲料你點一杯這個 你絕對不會後悔 白菜滷 滷白菜 白菜滷喔 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它一定要滷透 它一定要滷到透 第二個呢 你在滷的時候 你那個滷汁 那個湯汁非常的重要 一邊滷的時候一定要讓這個白菜呢 吸飽這個甘甜的湯汁 吃起來才會好吃 我喜歡這家店 因為它的菜 非常符合我們這種喜歡吃重口味的人 你看蘿蔔糕 也是他們一個很創意的一個料理 真的 切得有點像甜不辣 對 我剛剛本來也覺得是不是甜不辣 結果它真的是沙茶口味的 而且酥酥脆脆的蘿蔔糕 我剛剛來吃 我很少吃到這麼酥 這麼脆的蘿蔔糕 外面炸得香香酥酥的 它裡面很柔軟 如果是喝啤酒 然後再配這個 真的很搭 配這個東西 真的非常的好吃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子喔 我覺得它這一道菜呢 它適合怎麼樣點呢 就是吃完之後 然後再請他們打包 對 然後直接讓我不要在這邊吃 把它帶回家 其實你在家裡喝喝樂 拼冰的喝樂 或者是喝啤酒 哇 這樣吃起來 這個味道真的好過癮喔 這個火龍果豬血糕呢 也是創意料理耶 沒錯 它這個是火龍果的原汁 充滿蒜香的豬血糕 我剛剛以為它外面這個是花生粉 結果他們居然是撒蒜片 這蒜片應該是還有小小的炸過 它有蒜的香 但是不會有蒜的臭味 然後它這個火龍果是比較吃不太出來 可是基本上它這樣整個搭配起來喔 味道真的是還滿平衡的耶 尤其是最讓我吃驚的 它就要去撒蒜片 畫龍點睛 這一道菜喔 它今天如果不是撒蒜片 是撒那個花生粉 我覺得它的味道呢 就很遜色一些耶 今天的壓軸 超吸驚的 對 就是這一個 他們說這個是窩窩頭 我以為是像銀絲卷 對 但是它這個其實它就是 應該也可以算是銀絲卷的概念喔 這是小朋友會喜歡的 我小時候是很討厭蒜蠅頭 結果老了之後 年紀大了之後好愛喔 它裡面啊 它是有剖面圖嗎 對 它裡面喔 你看很鬆軟 然後它外面就是像銀絲卷那樣子 就是接觸了 這一道菜它其實真正的精髓喔 是在它的蒼蠅頭 他們用的韭菜呢 都是很細嫩的部分 所以喔 它整個口感呢 非常非常爽脆 然後再加上他們還有 炒了一些硬形 所以它整個味道喔 再搭配了它這個外面的 這個銀絲卷鍋鍋頭 所以它是它的口感很多層次 有脆 有香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銀絲卷 它的這個麵皮香 我可以吃好幾個 這個非常的棒耶 喔 真的耶 而且我剛剛有打拼了一下喔 它的餐廳呢 全台灣有四家店 而且台北就這麼一家 Only one 在南京東路會段這邊 真的全都很好 捷運也就在旁邊 中江南京站 台中有三家 對 台中有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然後他們的餐呢 我們剛剛有提過 還有兩人 四人 六人 十人 對 可是十人要早點預定 對 你要預定 不然可能就 臨時來可能比較沒辦法 那你就只好選 六人加四人 好啦 那我們今天 真的非常的開心喔 尤其真的今天吃的 真的是超過癮的 沒錯 好吃 那趕快趁著這個假日啊 暑假喔 過後了 然後你開學了 比武器 如果孩子表現得不錯 那就來這邊大吃一頓吧 天然的圍影啊 你跟不得的看 看我的心肝 心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